大家好,我是Roy Lee 我是2023的Daisy考生 歡迎大家回到中文作品介面書系列的第三條影片 上次我們就說了一堆東西 大家忘了重溫上一條影片 今天就會說回選角 希望可以說兩版,說得多一點 注意事項,會說手把手寫作開始 前面是手把手寫大綱 這裡是手把手寫作一篇文 我猜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最好說到這裡 我們要開始了 大家一起去第六頁 首先我們之前設計了整個故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首先你一開始不想想想別人 不想幫別人,就因為煩一點 後來你去社區中心被媽媽逼 你就體驗了盲人的生活 然後就發現盲人是很慘的 他們的情況 人家為他著想而伸出援手之後 他會感到很溫暖 以及受到大的幫助 所以你最後就會想想想別人 這是一個轉折 我們人物方面就要想想 我們故事中的主人翁 以及他的大配角 即是這個小哈哈 我們就開始瞄寫這個人 好了,那聲音主角 即是你自己 即是當中的我 那我 我前期是需要什麼呢 大家說到前期是因為煩一點 你不是不想幫別人 也不想想想別人 其實這裡有個比較難的問題 我一直是說不想想別人 不想想別人 但我又一直是想說什麼 我一直是不停說什麼 不幫人 我擔心兩個人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有很明顯的分別 而且分別是在於我上一段影片說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現在聽一段影片給大家想想 對了,其實就是一個是內 一個是愛 那你幫不幫人 其實是一眼看得出來的 即是你有沒有動手去幫人 但不想想別人就是一些內在想法 你有沒有去為別人著想 其實你不可以第一眼看得出來的 所以是內是看不到的 那就是 為什麼我可以說這些呢 因為內的話你很難描寫出來的 內的話你用的描寫是什麼 心理描寫 心描呢 外的話你可以用言 行 身 即是什麼 言語描寫 行為描寫 內在 你用心來描寫 只可以 這個真的要分得很清楚 這個又是有些奪聲響 不是有些是奪聲響 但是大家要知道 那加起來是什麼 是言肯心神 如果大家要內外兼備 就是我上次說的 大家有愛有內 其實編文就會很漂亮 大家要內外兼備 就必須記這個口訣 言肯心神 我每次都是 你當四個描寫一面 我隨便選兩個 甚至選三個已經很夠用了 那你想一下 主角前期就是不想想想別人 但是你可不可以直接寫 不想想想想別人 因為這樣很行的 我不想想想別人 那你很難具體化整件事 那你就想一下 究竟你不想去為別人著想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行為 有什麼愛罪行為 讓別人看到呢 例如你言語會說什麼 你就直接說 我不想幫別人 或者不想為別人著想 那大家想一下 在行為方面又如何 可能當媽媽叫你去社區中心幫別人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能會蓄微 甚至有點不耐煩 你可以顯得這樣 那你發覺 明明一樣 你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一個內在想法 你可以用一些行為表達出來 就變成一個看得到的行為 那心理描寫就純粹 對 心理描寫 可以寫很深的東西 就是不想想別人 其實這個是比較平鋪直序 就是你心裏面有什麼 你就說那句 但是究竟是不是全部作文都是這樣 或者你想想 我之前跟大家說 你會想平常生活中 那你會不會有那句說那句 那就看情況吧 可能對著你媽媽你會的 因為比較熟 但是可能這個很遠很遠 不關這件事 但是這樣寫是最容易的 然後神情 可以有什麼神情 不如我們把尺寫搬下來 不好意思 有點亂 我們可以走開什麼 走進房間 直至不聽媽媽說話 都是這樣 這些外在的東西 是會構成你內在的東西 希望大家明白 其實這件事 言行心實 真的要記 這是我們本日第一個要記的位置 上次都有幾個要打記的東西 這個就是要打記的 我希望在這裡飛一飛去第四點 溝題 不要發行 關什麼事 對 好像這樣 但大家發覺什麼 這裡 我們人物是想想別人 我們題目是想想別人 所以其實意思是 我們構題和選角方面 是一樣的 同一件事 因為兩件事 都是構題方面 和人物方面 我們都是在玩想想別人 所以在這裡我們開了一個新頁 先說第四點 我讀一次 扣題不要怕行 其中一個技巧叫做扣題 扣仔貓 就是不停用Exact Wording 在編文中重複 就迷惑Marker 令他覺得你有扣題意識 所以不要怕太白 就會失去意境 最怕找找找找找 這是第一招 扣題第一招 扣題一色 我們有扣題意識 扣題意識就是內外扣題 扣題意識就寫在這裡 扣題意識就是內外兼備 即是內外扣題 即是內外扣題 好了 很多的 例如上次禁區 我不是說了禁區 要有內的禁區 要有外的禁區 其實我們無論哪個題目 都是要內外的 特別是開放題 我們想想別人和禁區都是開放題 就算是隱藏 你也要有內的隱藏 內隱藏是什麼 收藏你的心理想法 外隱藏是什麼 你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間 那就是外內隱藏 但我們回到想想別人 看外的想想別人 我們看看是怎樣 我們上面已經說了 是言 行 神 就是外的想想別人 由心理 就是內的想想別人 所以大家這個真的要記住 我想說作文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扣題 真的扣題 所以這個是必須你記住的 扣題一式 扣題二式都要記 扣題一式 我之後會在五星星繁文中說多些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是什麼 大家都猜到 就是不停把Excel 文章 不停重複 重複 但怎樣重複更好看 到時就會說 大家都不用擔心 我之後再說 我們就說完扣題回來 我們就回來了 好了 之後就到配角 但到配角之前 我想大家給一個小小的猜 說這個真的比較難 當然我這個架想寫什麼 這個架是想形容主角和配角的關係 而且是一個羞恥手法 好了 我當大家想好了 其實就是配角 最好就是反配角 為什麼呢 我上次的影片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是為什麼 我後來自己聽回是有問題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說為什麼 不好意思 那麼 就配角 我們來個簡單版本 就是去分析你 或是提醒你 我那篇泛文是用奪聲版本 但我口述一次簡單版本 由我寫下來我會寫奪聲版本 我先說一次 大家不用緊張 例如我是社工 大家記不記得有社工人物 好了 我口說整個故事 我隨便在一個位置插入 就去了社區中心 然後我就很不開心 覺得浪費了時間 但誰知道 社工就安排了活動 叫我們下街去體驗盲人的生活 然後我就蒙上了眼罩 要拿一袋東西 走一段路 我起初就很有自信 然後我就覺得一定可以 然後走兩步路就開始怯了 究竟旁邊的人是否在 有人撞到我 我會不會不想衝出馬路 紅燈又怎樣 錄下又怎樣 那些嗶嗶聲 駕駛無緣無故在響安 究竟是甚麼事 我就很複雜的情緒之後 就完結了整個活動 在一個關鍵的時刻 社工就出來提醒我 就說 剛才我是主角 Roy Lee 你剛才是不是很害怕 很辛苦 你明不明白 究竟為別人著想 去幫助別人 是多麼重要 這個時候我就明白了 原來剛才盲人真的很慘 我短短戴五分鐘的眼罩 我已經這麼害怕 何況他們一輩子都看不到 所以我就明白 我要作出改變 我應該多些親身為別人著想 真的代入別人的角色 我就會去明白你的難處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測忍之心幫助別人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版本 就是他點醒你 或者是罵你 總之有個人是站在那裡告訴你 你做錯了 你做錯了 奪星版本就是 那個人沒有特意提醒你 但你自己靈回 為何我會說 為何我會說這個是奪星版本 因為你想想日常中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人在罵你 社工是有機會合理的 這個角色也是合理的 但我見很多人都很喜歡寫到誰 譬如你無緣無故 本來是一心是我的自己 一開始不知道一心是自己的自己 後來無緣無故 因為正常不會有個人突然過來點醒你 所以奪星版本是什麼 你透過自己看一些東西 自己去聽一些東西 自己去感受一些東西 你自己慢慢去靈匯 原來一心是我自己 原來盲人是很辛苦的 原來我應該多多想想別人 所以我會說這個是貼地好多 合理好多 所以這個是奪星版本 我想大家學的最好 我當然要講這個 首先我要揭曉我小哈哈 我小哈哈是一個男生 很年輕的 可能七歲 七歲的男生 他是很熱身幫人 我之前說到這個盲人體驗 這個繼續是社工叫我到街上走 大眼就走 然後再拿著袋送 然後第二隻手拿著盲公竹 之後就很害怕 我拿著一切的時候很害怕 因為我是戴著一副黑超 這個世界所有人都以為我是盲人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時候有個男孩子 跑過來抓著我的手 問我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陪你走 然後就陪我走 我就被他打動 我小時候都懂得為人著想 為什麼我不懂為人著想 那我就收攜之心 這個也是一個反乘 無論是社工自己也有一個反乘 不過我之後再補充 我現在設計了他的現行心神 真言語 小孩子應該說什麼 歌吧 你是不是很害怕 你很害怕 我一點點不合理 但是小孩子好在什麼呢 他說話是比較天真和直實的 所以你寫一些比較弱智的對話 老師都可以直眼開直眼閉 你很害怕 我幫你 我扶著你 好 你不要設計一個27歲的人 說什麼哥哥你很害怕 我扶著你 好了 好了 心理這裏就打個小召叉給他 因為他是一個外面的人 他不是我 我你就可以說我現在很害怕 但你不可以說小男孩現在很害怕 因為你不知道他害不害怕 你是在一個外在視覺 你的眼睛在這裏 是這樣看過他 你不知道他害不害怕 你只可以形容他有多害怕 不過不是他害怕 你只可以形容他的內心想法 行為就是什麼 扶著你 我妹妹才用紅拔是冷 神情是什麼 你不知道 因為你盲了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 沒有得知 你不要寫你不合理的東西 明明你是蒙著眼睛在大 黑超機 然後你看到他的樣子 是很笑容可谷的 這樣就糟糕了 我告訴你 真是大錯特錯 零合理 所以不要這樣做 好了 這裏就做了一個很明顯的反身 你可以說是對比 其實言語你 即是主角 不如叫Roy Lee Roy Lee 不想為別人著想 他會說這句話 即是跟媽媽說 我不想為別人著想 但這個小朋友 就會說 哥哥你很怕我扶著你 那行為方面 你一聽到要幫別人 你就是走進去 他一聽到要幫別人 是不是 衝過來扶著你 神情方面 不能比 但有兩樣的 言恨心神裡面 有兩樣的 中了對比 或者中了反親 其實已經夠了 這個比較多是反親 因為你純粹是想 你自己有多差 或者都是對比 很難分 看看你著重點在哪裏 這裏我會當是反親 因為整條主線是圍繞我寫 我是想突出我的負面 然後最後對比自己後期的改變 是否好心呢 我不說太多了 這裏就寫完了 大家記住言恨心神 1要記言恨心神 2要記主角和配角有反親 3要記 他可以點醒你 亦都可以他沒有特意提醒你 你自行靈回 我建議大家頭幾次寫 可以寫了這個線 之後可以慢慢寫這個 不急的真的不急 你寫多幾篇就明白 那就到我們的其他主意事項 取材是不必創新只要貼地就好 引起共鳴更加 為何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日常生活中有什麼類似的事 就是取材真的不用創新 引起共鳴就更好 你不用很有創意地 我想不出有什麼有創意 但其實有共鳴 例如這些畫面是更加有共鳴的 社區中心或者盲人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經常見到的 所以其實有共鳴 那Marker都會覺得 這件事好像真的會發生 那是一件合理的事 亦都是一件有共鳴的事 那就不錯了 那第二點 是一個比較創新的點 就是我之前沒有提過 就是你時間和空間 故事中最好由劇情推移 即是你整篇文 不要只在一個項目 就在那裡發生所有事 假設你這篇文 想想別人 你就說自己是看一本書 那你純粹坐在椅子上 只看一本書就由不想想別人 你最後看一本書 原來我們要多些為社會著想 你便無故想想別人 這是一個很單調的故事 我偏問時間和空間都是有推移的 空間是什麼 首先是由家 被媽媽迫到社區中心 又是下街 下街 被小孩扶住了 最後就覺悟 我原來幫人很重要 是有空間的推移 時間自然都有推移 因為事情發生了很久 所以有推移的篇文是會有趣 大家記得這樣 然後呢 合理我已經說了 可以舉個例子 例如我無緣無故生氣 除非我生氣的原因很容易 其實你是需要用文字去解釋你為什麼生氣 當然 例如你剛剛被一心蓋了一巴油 你說自己很生氣 很正常 不用解釋 但如果你的篇文無緣無故 可能第二段 你寫完一句不關事 然後你無緣無故 第三段就說自己生氣 你必須去解釋 就是我之前說的那件事 就是你要不停 譬如你煩DSC 為什麼會煩DSC 不 你不想幫人 為什麼會煩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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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了社區中心 因為被人逼 為什麼被人逼 因為媽媽是熱心 你要不停去歪 歪 歪到你覺得合理為止 就是停 但是你挖完之後 不是要回答自己 而是要寫到文中 所以要寫到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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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題是說的 這個扣題一式 我們五星星法文再見 扣題二式是內外兼備 內外 這次幸運就是 因為上相別人 下了人物 所以你用言肯心神 就可以內外兼備 扣題了 但是如果是其他文 例如禁區隱藏 可能就不能用言肯心神 但是你還是要記住內外 其實扣題 我想說是要打合聲給他 我覺得如果你問我 作文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扣題 因為扣題是 編題可以變成Lv.3 但扣題可以馬上Lv.5 因為通常他拿的是40分內容分 他一跌兩下 即是跌兩下 即是四下四下這樣減 你馬上扣8分 即是差兩至三個Gray 所以扣題是很重要的 但之後在這篇五星星法文 我會再講一些扣題的想法 甚至我會開一段影片專講扣題 但這裡純粹是說完 就只要看一題 就是扣題一式 扣題複製貓 扣題二式 內外兼備 先預告定 之後會再見 好 寫作開始 首先這裡寫作開始是什麼 第二就是劇情設計 就是寫大綱 現在寫完大綱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作文 怎樣作文 怎樣由大綱轉化為一篇文 其實我都會手把手來跟大家說 又是大家寫的 都是由第一段開始寫 就是3.1 又是這樣順著下去 不要跳步 你不要說我寫這句做第一句 那是這句第二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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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回我這本筆記 如果你真的想跟回我這套的話 首先我們作文有個慣性 就是一定會由大寫到小 還有愛寫到內 人聲畫面也不要漏 最簡單的倒醉 就是由轉折完的那一刻開始 轉折完的那一刻 開始 其實是該刻 我的樣子也有點接受不了自己 不要緊 轉折完的那一刻 我們又回到這故事 不好意思 我們會不停試用這個故事 在哪裏 在那裏 轉折完那一刻 是甚麼 就是我Dulu 反而DSA去社會中心 再去街上 體驗完盲的生活 我在這一刻才反省到 小男孩再出來幫我 就突然間發覺 原來一個盲人被人幫的時候 是會感受到如此的溫暖 如此的需要幫助 在這一刻反思到 我們就把這一刻 就變成我們的第一段 這就是倒醉 對 那我們去想一下 那一刻應該是甚麼感覺 那條街道 那是否應該先寫人星星 人是甚麼 人來人往 先插去 星 的圈樓街道 對 顏色 不是太必要 我是沒有寫的 那時候 但我考試有沒有寫呢 我考試好像其中幾段 我考試都是好像沒有寫的 二十二三個年 但不要緊 再算 人內任何的圈樓街道 起碼拿兩個 為甚麼呢 我覺得大家有兩個為甚麼 首先為甚麼要由大小小 外寫到內 第二個為甚麼呢 就是為甚麼是人星式 我先解答大家 第二個為甚麼 為甚麼是大小小 大家想想一下電視劇 我們當作文是拿著鏡頭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鏡頭 我們拿著鏡頭 我們要捕捉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們會捕捉一些 幻想一個電視劇 我當是醫院為題材的劇 想由某人的家 轉移到一個醫院裡面 醫生的對話 你會不會無緣無故在家 拍攝家庭的鏡頭 然後無緣無故就轉去醫生 兩個醫生說話 不會的 你幻想一下 通常應該會先拍一拍醫院的外景 拍一拍醫院的大範圍景 拍一些醫生姑娘走來走去 在花園裡 然後再慢慢拍進去 再下一個鏡頭 才會轉進去 可能有兩個醫生在花園裡對話 這個就是 當你拿著鏡頭 你是由遠方 即是拍到很多東西 你再慢慢把鏡頭拉進去 慢慢將越來越縮小 即是你當自己拿著鏡頭 你首先會拍一個很大的鏡 即是拍到很大的範圍 之後你的漫頭 你的... 之後你的鏡頭 之後你的鏡頭 就會慢慢移近 慢慢移近 就會移近 移近去拍到兩個醫生 醫生你相信我 那個傷口 是我在家裡 不小心弄傷的 我...我沒有自殺 嗯 你好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 整個鏡頭 之後再去看 你是一個什麼處境 我們再問一個為什麼 為什麼要寫大再寫小呢 如果大家不明白這件事 你就聽我這個 對於構造你整個故事 或者營造的氣氛很重要 如果... 你在活動室 和人... 人... 人來人往的街道 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你在活動室 你會不會怕撞到東西 會不會怕出動 會不會怕衝到馬路呢 當然不會 但是如果你在人來人往的圈鬧街道 那些人又很大聲地叫 那些人撞到你 然後你又怕自己被撞到馬路 這樣會怕很多 你要營造的氣氛是你怕 你怕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盲人出街很怕 很需要幫助 你才會感受到氣氛 所以你要營造的氣氛出來 這樣講比較容易 通常會用人聲色來描繪氣氛出來 好了 營造完氣氛 我們就講自己了 例如說自己 我們鏡頭由大到小 其實我們人都是由外寫到內 那愛是怎樣呢 愛就是可能 那個男生 留在你手臂的溫度 溫度 那麼 煙殘留在你的手臂 然後就溫暖了你的心 亦都令你明白了 想想別人的重要性 別人 然後再伸出援手的重要性 可能有些人會問 你為什麼會明白了 你又為什麼要伸出援手 不用 因為你只是第一段 這些細節 你當然留在之後才說 對吧 所以這裡是很簡單的 告訴大家 你究竟現在是什麼場景 你 有什麼外在的因素 觸發了你內在的轉變 之後再加句 扣題句 可能就是想想別人 就是扣題複製貓 我們扣題一式 就是把accept wording 扣出來 讓考官覺得 你是在扣題 即是你不是編題 扣題一式 這裏不明白 又是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五星星化物 就完全跟著這個框架寫 我們到時再聽一次 我們寫完第一段 當然就去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承題 第一段應該是戲 承題 承題就是你寫負面價值觀 記不記得我們選擇故事 就是我們首先 整篇文章的開頭是負面 最後主角會有一個正面的價值觀 我們現在是承題 第二段開頭 當然是負面價值 就是寫自己有什麼負面的價值觀 我們又是內外的想法 價值觀是什麼 寫一個內在的想法 你看不看到 看不到 看不到怎樣寫出來 就是用外在的現行神寫出來 這裏很簡單 其實你只是抄襲上面寫的這堆東西 什麼 寫的 對 你自己抄襲上面寫的這堆東西 抄襲到第二段 可能突然有一天 暑假 可能就交代一下更多的背景 例如在暑假 時間 地點 又在家 對嗎 你就打電話機 之後 就無緣無故被媽媽叫她 跟她做義工 然後你就拒絕了 那我不會寫得那麼密的 你看回一篇 我現在想很簡單給大家一個 flowchart 就叫她做義工 然後你就拒絕了 拒絕 怎樣拒絕呢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現行神 言語 下一次又幫她們 我不想幫她 行為 我走回房間 我直接不理我媽媽 心情 我感到很不耐煩 又搞我神態 我皺了眉頭 嘴唸是非常討人厭的 你可以寫出來的 最後就被媽媽逼去社區中心 這裏是有斷層的 為何媽媽逼你做義工 你不肯帶去社區中心 你又肯呢 這裏我就運用了更加功利主義的一種心態 公利主義 大家看看那篇法文就是 我寫自己什麼 現在就邀請客車一飛到第十二頁 我們看看 無奈之下 我報了社區中心 想想別人認識視障人士工作科 至少可以寫入義工時數 因為我們說 如果跟媽媽做義工 我們不可以寫入義工時數 但如果我去社區中心 我真的寫入義工時數 對我報大學也有好處 如果我真的被媽媽逼我 無論如何都要做義工 我當然要去社區中心 這裏就給了一個比較合理的原因 給我去社區中心 而且都可以再突顯我公利主義的性格 更加深化我本身這個人 很自私 很公利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是我設計的原因 當然大家可以再設計一個原因 但大家要明白 在寫大綱期間 在寫大綱期間 你會突然發覺 這裏很不合理 那你真的要再想一個原因 去填補 去合理化整件事 而不是只有我寫過 不要緊 我拒絕完 但我突然下一秒 打了自己面 我就立刻去社區中心 不行 真的不行 原因就被人迫是最好 我之前都說過了 配角的姿勢 我是未做的 配角的姿勢 就是笑哈哈小男孩 但我之後 小男孩才登場 因為我這裏已經有社工 去幫我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但我整篇文章 社工的作用 純粹是帶我去體驗型 其實他真正去幫我做一個 心靈上 即是一個 價值觀上的改變 或者教我的東西 有沒有點醒我 其實他沒有 純粹是 在社區中心 當然有社工的想法 他的作用在篇文章是沒有什麼 純粹是社區中心的一個 非常有效 所以我這裏 都不需要特意去鋪設 性格或描繪形象 記住 你寫得越細越好 但只寫在重點上 而這裏不是重點 所以我不寫 好了 就到下一頁的第三段 加深負面價值觀 你可以選擇寫不寫 其實如果你本身夠負面 都不用寫 但我是有加深的 大家想想 首先我負面價值觀 這一步是怎樣 我在家裡拒絕了媽媽 我們下一步 加深負面價值觀 我可以改一個地點 我聽說空間要有推移 我可不可以在社區中心 可以嗎 我在社區中心 我在社區中心 聽黃社工介紹 我是可以睡覺的 我都覺得他很悶 黃社工開了PowerPoint 有些盲人 可能很需要我們幫助 很需要我們為他們著想 因為他們是比較慘 他們有很多的什麼什麼 我們應該建設一個共融的社會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言恨心神 言語上你可以碎碎唸 有幾出奇 行為上你可以睡覺 心理上你可以說不耐煩 又是不耐煩 甚至是有些煩躁 你可以升級 在程度上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這又是一個奪聲向的問題 不耐煩VS 這個煩躁 大家發覺不耐煩是有少許煩躁 但煩躁是開始生氣了 神情方面 你可以顯得有些皮視樣子 或者是斜眼 或者是反白眼 這些可以描述 你更加深你的負面價值觀 一開始你純粹是不想幫人 到後來你甚至有少許怨恨的感覺 這就是加深你的負面價值觀 但可做可不做 加深負面價值觀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突顯 即是你當作一個小對比 突顯後來你的改變 一開始說你有怨恨 你有反白眼 但後來你經歷完盲人體驗之後 有小男孩去切身幫你 你便覺得自己一開始很不知 很羞愧 為何我會覺得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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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很值得我們去著想和幫助 這裏就是寫了這麼多 配角帖子又是繼續 我這篇文是軟空的 但大家都可以嘗試 如果你這篇文需要 其實你是可以寫的 都是繼續的 記住 言 恨 心 神 隨便抽兩至三個出來寫 不用四個寫完 四個寫完你太多了 但通常你寫中三個 那個人物的形象已經是非常立體 你不要寫到 所以是這樣 我知道這個結尾是有少許突压 因為明明我們下一段轉折 都是一氣呵成的 應該 但這部影片無奈 真的太長了 我們唯有在這裡剪掉 我們就重溫一下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 是說了些甚麼 首先我們在上面 設計了整個故事 對不起 上面設計了整個故事 這裏我們進一步深化 我們的人物 人物我們是用前期的 負面人切 我們會用言行心神去代表 這裏進一步說到 外內的一個概念 也提到原來扣題 有扣題意識的內外兼比 就是我們扣題永遠是 內我們要扣題 之餘外也要扣題 也提到配角方面 我們可以用 跟主角要有反襯或對比的效果 例如我們是每一樣東西 怎樣對怎樣對 言行和言行要有對比 行為和行為要有對比 整個感覺才會出到你 是真的一個對比 我們無論在描寫配角的時候 都會繼續用言行心神 如果大家想一個簡單的版本 可以去罵醒你 如果想有一個比較有共鳴的版本 就是它沒有特意提醒你 但你自己領會 因為日常生活中 很多時候都是你一樣情況 我們講到其他注意事項 取材你不需要創新貼地 引起共鳴就可以 時間空間要有推移 令篇文有趣些 文章每件事都要合理 除非是真的很明顯 都要寫出來 我知道你不明白 但你不寫出來 考官以為你不明白 扣題就不要怕行 我們有扣題一式 就是不停把關鍵字重複 有扣題意識 內外兼備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們都開始了 這個寫了開始 就是手把手怎樣寫一篇文出來 第一段 我們是需要由大寫到小 由外寫到內 在大的環境 我們盡量營造氣氛 讓大家知道我們在一個什麼情況 才會有什麼改變 就是最好由人聲色 我們這次只選了兩個 由大寫到小的關 除了營造氣氛之外 也有這種電影效果的感覺 我們會使用倒序 倒序的話 最好是你轉折 一個比較簡單的倒序 就是你轉折完的那一刻 就是剛剛好 小男孩幫完你的時候 你明白想像別人的用處 我們又是由大寫到小 我們由外寫到內 外是小男孩 扶著你 有溫度 有觸覺 觸覺 觸覺 之後就來到你內心的一些想法 你明白要想像別人 想像別人 我們使用了扣題一式 所以整件事就是第一段 你要有倒序 由轉至開始 由大寫到小 由愛的環境寫到內的這個人 人生畫面不要漏 最後補一招求題 第二段 我們是一個起承轉合當中的成 我們可以先寫自己的負面價值觀 但注意 由於負面價值觀是一個內 所以我們會用言恨心神 來表達你的內 首先是 這裡我的房子是漏了的 但如果你想交代 你最好是交代一下 時間是甚麼時候 地點是甚麼時候 就是我們開始設計 由你做了些甚麼 由最後怎樣搏去社區中心 就是準備去進行轉折 原因就是被迫是最好的 這個說了很多次 配角的姿勢又是選擇性 我們這次是沒有使用的 第三段 加深負面價值觀 本來在家裡有幾句怨言 甚至拒絕 現在是有少許怨恨 甚至不耐煩 甚至是犯粗 這裡的用處是對比你最後的一個改變 配角的姿勢又是選擇性 但如果大家想進行姿勢 都是用言恨心神 這條影片雖然簡單得良版 但我相信我都說了很多 大家都是需要時間去消化 當然有甚麼不明白 絕對可以在IG問我 追蹤我的IG 亦可以追蹤任何最新的考試技巧 任何新片通知 大家不妨可以開始嘗試 去寫第一段 寫第二段 不用等全部的東西都說完 才去試寫一篇文 廢話不多說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 再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就會盡量手把手寫作 就會盡量多說些 說到最後 沒話說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